好来看到吉安村的郁金香桥以及红瓦屋桥 两底高层不足有排红安全的疑虑 那么经上县府提报改善建议 获得县政府合拨2600万元的经费 要进行中原林地排水的改善工程 并且举行地方的说明会 邀请了地权人以及林边乡亲出行 针对土地使用以及排水设施等问题 进行多方的双向讨论 吉安村的郁金香桥和红瓦屋桥 两底高层不够有排红安全的疑虑 经过乡公所向县政府提报计划 获得县府合拨2600万元经费 要进行中原林地排水改善工程 县府建设处也特别在吉安乡公所 召开了护岸加高及桥梁改建的地方说明会 厂长游淑珍表示 因应极端气候来临 希望可以防范于未然 预先做好安全断面的防护工作 中原排水2200万的建制设施 要在红瓦屋桥以及郁金香桥 来改善所有的一个排水断面 因应我们极端气候的来临 我们希望防范于未然 所以在还没有强大的风灾雨灾的 这样的一个清洗的前置作业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先做好整个安全断面防护的工作 那我们相信在地的说明会也带来了切实居民的声音 土地权责的这样的一个双向多元的沟通 能够到位的地方建设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相信第一次的说明会非常重要 未来我们的共识前期更为是建设的衣柜 所以2200万 谢谢县府已经到位要来作为一个执行 那我们希望能够传达地方 土权的这一些居民的权益 共够圆满的地方建设 这项工程将加高玉金香桥和红瓦屋桥提案增强排红功能 而河岸要规划步道兼具防红及休期功能 工期大概是两年 现场民众也建议要做好整体规划 让防红工程可以一劳永逸 而设计单位也允论会进行精确的考量 同时施工期间造成附近农田损失 也会规划补偿方案 这旅会竟然相报道